哈喽 你好 你好 你从哪边骑过来的呀 我从福建过来的 福建啊 可以拍摄你吧 可以可以 没事 我就是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领行者了 是吗 对 我平时我是在路上跑的 你可以车子架了 不是 我现在是回老家 这边是我老家 对 那挺好 挺好 太佩服了 刚刚走到那边的时候看到你 看到我了 你的东西太挖死了吧 对呀 你骑了多少天了呀 骑了大概有57天了 57天 就从福建骑到这边 对 来自路口里 那你今天晚上是到哪呢 我今天晚上走到哪算哪 走到哪算哪呀 要不去我们镇上住吧 然后我看找个房间 然后请你住一晚上 然后吃个便饭吧 好 好了 好了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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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佩服了 你这车有多少斤有算过吗 差不多有100多斤吧 100多斤啊 嗯 就每天都自己搭帐篷 自己搭帐篷 平时多久住一次店啊 基本上我就住了一次 出来50多天就住了一次呀 对对对 哇 没有 主要主要是我们镇上的话 可能住宿条件应该也没有多好 没事没事 我等一下搭帐篷 不用不用 我我去找一下 找一下有的话 然后给你开一间房 哇 你这带的 为什么还会带一个这样的宽吗 因为取暖嘛 这是在重庆买的嘛 这个不会很重吗 这个框子的话 很轻的 不重 然后带的有木炭嘛什么的 太脏地方了吧 哇 啊 这个是用来取暖用的 对 在重庆买的 这是好长时间没见过的 以前的老古董 对呀 我也觉得这个还是我们小时候见过的 你们福建那边有这种吗 我在重庆买的 哦 重庆 从山顶上 山顶上买的 那你目的地是去哪里呢 西藏 去西藏 啊 准备用多长时间到呀 四个月吧 已经走了两个月了 就到西藏然后就返家吗 还是说还准备去其他地方 去西藏之外 然后就去新疆啊 就转转 嗯 全国有了 那你现在的话是 就是说靠什么生活呢 还是说以前的积蓄 拍直播书 哦 做自媒体的 嗯 有账号吗 阿滨骑行世界 阿滨骑行世界 嗯 到时候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我觉得 就是骑行者的世界 真的还是非常厉害的 作为 骑行的一年的朋友来说呢 是真的很辛苦 我这时候也是 遇到了都是一种缘分啊 对 那就算你不介意的话 然后需要返回个三四公里 好 然后去镇上 可以可以 去镇上然后我我返回去 可以可以 我们就找一个地方 一起吃点东西吧 好嘞好嘞 谢谢谢谢 走吧 好嘞好嘞 啊 确实是一种很难的缘分啊 就是 因为巧克力在路上 也是深受各位朋友的帮助 看到这样大神必须得请他吃一顿 走吧 对于骑这么重的自行车的人 我是真佩服呀 这需要很长的耐力 我 因为这边这个镇比较小 然后我不知道哪里有住宿的 还得找一下 没事 嗯 我们往上面 我刚才听我 舅娘说 上面有 上面有一个地方 上面有一个地方 嗯 可以可以可以 上面有一个地方 啊 哈哈哈 不是 哈哈哈 什么各地转一下 打算用多长时间来做呢 嗯 至少一年吧 就是给自己一年的放放空时间 提醒一年过后还回去善吧 不是啊 我就是没有收拾的话 我就可以找个工作 干来干一个月 然后再接着再走 啊 就是出来准备了多少钱完了 就300块钱 啊 就300块钱 就带着300块钱出来了 嗯 能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了吗 40了 40 80年了 那家里面人赞什么 我家里我离婚了 嗯 把房子车子都给给我媳妇 哦 啊 厉害 那小孩呢 小孩给他了 小孩他跟他妈妈走 嗯 对跟着妈也带的好一点 那你这段时间 就说这300块钱 应该早就用完了吧 啊 用完了 就是靠平时直播 然后有点收益 啊 直播有了 这个平时停还不好停啊 我穿得太重了 100多斤 这怎么好放得完 嗯 要拿130多斤 比我人还重呢 要不我扶着你上去看一下房间吧 直接都有房间对象 只要能注意一下 哦 只要能注意一下 那我上去看一下吧 好 嗯 啊 房间稍微有点差 但是带厕所 可以冲个凉啊 晚上 将就一下吧 没有 主要是小真伤 也没有特别好的 没有 挺好的 哎 走吧 下去吃个饭 我因为等会还有事情 所以我就只能给你安排一下 嗯 我用粉底吃了 我还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 使你去说这样走出来的 没想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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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是说因为发生了什么巨变啊 或者什么样的出来的 不是不是 只是很单纯的爱好 对 那可以坚持 你做自媒体的话 我觉得就可以做一下做视频 到时候学一下 至少能有点收益 也让你比如说 路上可能能够走得更安心一点 不然的话 如果是这样没有生意的走的话 可能 吃不受罪的耳朵是自己 你参加自己的本事吧 我们就学一下 紧急啊 什么的 好好做一做 好了 那你就先吃 好 我帮他上来了 然后我答应去 五百多元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那你就喝喝 可以啊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 谢谢 到时候 路上能有更多温情的事情 谢谢 谢谢 好 拜拜 不用谢 我在路上也是一路受人照顾过来的 先吃吧 好了 好了 走了 好了 就在我的地方遇到哪也算是一种缘分 我觉得我作为东道主 怎么得也得照顾一下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骑行过 我深知这种不容易 我在路上也是一路受别人照顾过来的嘛 所以也想温暖一下他 我感觉的是非常感谢